高雄国际旅展从5月19号到22号 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今年是由国光女神 拉拉和甜心主播施菲亚 来担任活动代言人 虽然说目前两岸的交流气氛低迷 不过大陆还是有8个省组团来参加 同时也有旅游业者 趁着日币下跌 推出了优惠行程 国光女神拉拉和甜心主播施菲亚 一出场成为美光灯注目的焦点 首领拿着国内外各种旅游优惠的看板 担任今年高雄市国际旅展的代言人 希望借由高人气的网红 号召更多网友来看展览 扩大宣传效果 在这个期间我们也规划了 刚才如指持人所讲的 就是你购买1万块以上 你就可以来抽里莫娃的行李箱 所以你越早投入 你抽到的机会就是越多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旅展期间 我们也推出了 你购票就挣 你可以买票了以后 你就可以来参加 抽奖航公司的旅游机票 饭店的住宿 还有很多的礼品 高雄国际旅展 从5月19号到22号 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虽然入客锐检 不过海峡两岸 还是有8个省组团参加 另外日币狂蝶 参展的旅游业者 也趁势推出日本优惠行程 便宜到令人心动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一次呢 除了我们的高雄馆以外 我们也邀请了 很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文创业者 或者在地的这个产业的业者 那我们邀请他们到 我们的国际旅展 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旅游的经验 我们高雄的旅游 以及有一些旅游的作品 我们这一次呢 这样的分享呢 其实是一个创新 希望让我们的国际旅展 能够更深度的 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经验 在这里被分享 高雄旅展参加人数逐年增加 今年的厂商更是多达358家 不仅是中南部最大的旅展 对高雄的旅游观光 也有很大的帮助 期待创下更高的商机 港东新闻吴炳源 许舒凯采访报导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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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